男子造假房产证,冒充梁静茹,诈骗数百万,谁给他的勇气? 这是为新疆晨报的小伙伴奉上的事和闲暇时, 过睡前看了简短文图集合有新闻,有段子有发言鲜活有趣的生活百态, 民间语文都在这里新鲜事活到,这把年纪还不如一件毛衣会放电像我, 这种特别容易被极其微小的事情影响心情的玻璃性人格, 我该每天不开新男子造假房产证,冒充梁静茹,诈骗数百万具新浪微博报道。 出周男子段某一人扮演工程老板、企业董事等多个角色, 同时和五、六名女性交往段某,称, 有百万存款和多套房产,制作多本甲房产证, 以办过户手续为由,骗取钱财。 在行骗过程中为了不露血,段某多次用微信冒充明星, 梁静茹,同被骗人聊天安抚对方情绪打消息怀疑的念头涉案金额数百万元, 目前已被刑虚。